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业套装软体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新学期的开始 本课程是商业套装软体 我们会把商业套装软体里面 Office的几个实用而且重要的软体 介绍给各位同学 我们会用安排的顺序是文书处理 Word,PowerPoint,还有Excel,试算表 跟最后邮件的收发,Outlook 我们首先就从Word文书处理软体 开始跟各位同学介绍 那这一讲的主题呢 是包含了新注音输入法 开启文件 建立我的第一份文件 建立新文件的两种方法 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自行设定 进阶自行 进阶标签 文字效果按钮 MS2010 Word软体的基本认识 本书是以2010版为基础 主要讲授文书处理技巧的应用 与编修排版功能的介绍 本软体必须要在四窗的作业系统 底下来操作 当Word的作业系统安装完成之后 安装Office的软体 在Word的文书处理软体 顾名思义呢 它是可以将文章中的字 行段落 整篇文章 依照不同的目的 做不同的安排 例如 制作海报 需要粗体 大致加框 插入图片 或是制作广告书信 利用合并列印的技巧 套印顾客的大名 使收进者觉得 有被尊重的感觉 每个人都可以收到他自己的信 发挥一对一行销的效果 软体功能 很强大 几乎可以满足任何形式的文件 在开启了档案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输入一些文字 很多的输入法 很多同学认为说 我应该使用哪一种输入法 才是最好 微软新注音2010输入法 是随安装Office2010版 就安装进来了 这个新微软 微软新注音的2010输入法 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输入法 它是利用注音符号 所以你不需要额外再学习其他的技巧 微软新注音2010输入法 在荧幕的下方有一个工具选单 点那个工具选单就会开启一个小窗格出来 各位看到最上面的输入法整合器 第一个输入法整合器 把它点开之后呢 各位就看到输入法整合器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首先各位看到的第一个 叫做手写识别画面 在荧幕这个地方 有一个中间一个小十字 在这边你可以用滑鼠 直接在上面写字 它就可以辨认出你要输入的字 接下来有一个笔画的画 这什么意思呢 到总笔画下拉清单窗格中 点选笔画数 找寻正确的文字 如果你知道这个字的总笔画数 就直接找到正确的笔画数去寻找 再下来 各位看到一个 还是在左边有个步手的步 顾名思义叫做步手查询 到步手笔画下拉清单窗格中 点选步手笔画数 就像我们查字典一样 找寻正确的文字 再过来笔号查询 在左边有一个笔号的笔这个字 把它点进去 各位就看到一个笔号 类别的一个小窗格 旁边一个黑箭头点开 里面还有好多的选项 比如像标点笔号 特殊笔号 数学笔号等等 当然标点笔号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把它点开 当我们在输入文件的时候 会用到标点笔号 各位可以把这个标点笔号打开之后 把它放到荧幕 只要不妨碍到你输入的画面 当你要使用标点笔号 就直接去点标点笔号 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输入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同学休息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建立我的第一份文件 好 我进到word之后 我们怎么样开启我们一份新的文件 当你开启文件之后 它的内定档名是文件一 文件二 文件三 是在各位荧幕上看到 它的副档名 当你要储存档案的时候 当然它的档名又变成英文 DOC1 副档名是点DOC 后面加一个X 这是它的副档名 2010版 A 建立新文件 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从档案的标签进入 然后点选新增 左边的地方有个新增 建立空白文件 或选取office.com M 范本 是开启新的范本档案 另外呢 第二种方法 点选向下箭头 开启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选取开新档案 将开新档案的小图示 加入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中 再一次点选开新档案的小图示 就可以开启一份新的空白文件了 这样做呢 主要是2010版它非常强调的就是很多的小图示 来操作这些开启新文件 开启新档案 开启旧档案的一些功能 空白文件的画面 这个时候你应该在空白文件画面的左上角 可以看到一个插入点的游标在散动 这个就是开始输入资料的地方 输入很多的字 就会成为列 然后列组成段 段组成整份文件 所以它的最小单元是一个字 依照字 行 段 业的顺序来介绍 由输入文字开始 暂且我们还不要考虑到段落是怎么设定的 例如图排 缩排 单行间距等等 以及整份文件的版面设定 例如上下边界 左右边界 尺规 这些问题稍后我们都会将会依照 置 置 行 段 业的顺序来为同学介绍 什么是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如何在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加入制定的小工具按钮 在编辑文件的时候就能够得心应手 在工具列的空白处 各位将滑鼠移到工具列的空白处 按下滑鼠的右键 选取自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可以在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加入制定的小工具按钮 各位看到左边有很多小工具 例如我们现在加入了开启最近的档案 手绘表格 开心档案 快速列印 这几个小工具我们用新增的方式 加入然后在荧幕的最上方 就看到有一些小工具呈现出来 这是制定快速存取工具列 如何叫出标点符号 以例编辑文件 刚刚我们在前面第一个部分 有跟同学大概讲了一下 现在有一个画面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刚刚我们介绍是 输入法整合器里面可以找到标点符号 还有你可以从插入符号 选择所要的标点符号 但是需要每一次切换到插入功能 像次下才能够使用到 还是有所不便 因此开启输入法整合器是比较方便 只要注意摆放的位置 不要妨碍到文件的编辑 刚刚我们讲的 输入一些文字 暂且不要考虑到 段落格式的设定 请各位同学 就依照刚刚我们使用 2010新注音法 任意的输入一些文字 我们还不需要去做整体段落的去 版面的设定跟配置 那我们这些文字先输入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些字型 如何来做设定 在2010版里面 有一个常用标签 各位始终要注意到 常用标签里面点进去呢 有看到一个字型群组 字型群组 里面有很多的小工具 我们看看一一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 有一个字型的窗格 各位如果在这个窗格里面的 右边的黑箭头点进去 里面有很多字型 有英文的字型 有新姓名体等等 标凯体 我想同学都看到过 然后它的旁边呢 就是字型大小 旁边也有一个小黑箭头 点进去 比如目前我们荧幕上面的 这是16号的字 这个数目字越大 代表字体就是越大 数目字小代表字 字型是小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放大字型 一个大A 然后在旁边有一个小A 是缩小字型 当同学不知道这些符号 代表什么意思的时候呢 你只要将滑鼠移到这个字的符号的上面 暂时不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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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上去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是做什么功能 在旁边有一个大小写转换 这个在英文会用得到 清除格式的设定 当你对一些文字做了一些格式的设定 你要把它清除的话 可以点下这个小图示 在旁边有一个叫注音标示 注音标示在中文里面 有些难念的字 对于小学生是很有帮助 把注音标注上去 在旁边字元框线 选取一个字或者是数个字 可以将它框起来 那下面呢 有一个围绕字元 下面是围绕字元 然后再往左边看 字元往底 字型色彩 文字醒目提示色彩 文字效果 上标 下标 删除线 还有一个是底线 凡是旁边有黑箭头向下的 都可以把它点开 各位可以看到里面 有很多形式 不同的格式 在左边斜体 再过来一个B 是粗体 我们底下呢 会对这些功能 来一一做介绍 第一个围绕字元的这个功能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呢 各位看到选取文件中一个字 一次只能对一个文字设定围绕字元 不能两个字 直接选用电脑提供的常用字元 做出围绕文字的特殊效果 各位可以看到这里 缩小文字 一个圆圈 也可以放大文字 那围绕的符号呢 你可以选择圆圈的 正方形的 三角形的 零形的 什么时候会用到 比如像正字标记 一个正 然后用一个围绕圆圈的符号 或者是版权的 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第二 什么叫字元框线 像字元框线的话呢 它一次就可以对 多个文字来设定效果 不像刚才围绕字元 字元框底 可以对多个文字 或者多列 做成框底的效果 先选取一个区域 要注意同学 要先把你要准备 做设定的文字 把它选取 再按下字元框纽 产生作用 如果要取消的话呢 再按字元框纽一次 就可以取消 比如像这边 我们所做的范例 把这一串文字选取 然后按字元框底 什么叫做文字醒目 提示色彩 与字元框底功能 有些相似 操作方式 它是先按下文字 醒目提示色彩钮 滑鼠成为荧光笔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可以对需要提醒文字呢 画上醒目的颜色 一般我们希望用一个亮的黄色 像荧光笔一样 如果要取消呢 按下文字醒目提示的色彩 扭旁边的向下键 开启颜色盘 选取无色彩 当滑鼠再次成为荧光笔的形状的时候呢 就可以清除醒目颜色 请同学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是在 字元群组里面 介绍下个功能 什么叫做注音标示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符号 比如它是一个中 旁边有注音 那我们选取了网记网路 以这几个字 比如说 它可以对齐的方式 右侧垂直 它的注音是标注在文字的右边 标凯体 它把注音列在这个地方 文字设定 在文字设定里面有一个字形 点选常用标签功能表里面 字形旁边有一个按钮 开启字形的窗格 这个时候各位看到这样子 挑出一个字形窗格出来之后呢 有个叫做中文字形 还有一个是字形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会用这个情形呢 比如说你的文件里面有中文字 有英文字 我要把它分别做设定的时候呢 那中文字的地方 我用标凯体 那底下英文字 这边可以旁边的黑箭头点开 你可以选一个英文的字形 统统用标准 大小12点 文字的颜色 也可以在这边设定 要设定其他的项目等等 都可以在字形窗格里面 做细部的设定 一 中文字形 选择中文字形 有些读者的电脑中 有更多的字体 Funt 那是因为字体是可以字形汇入的 英文字形 选择英文字形 文件中有中文 又有英文的时候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同时来做设定 文件会依照 你所设定的中英文字形 一次套用完成 第三 字形样式 选择字形的样式 大小 文字的大小 字形色彩 字的颜色 底线样式 选择底线 如果有底线要加底线 可以按开黑箭头 选择所需要的样式 底线色彩 选择底线的色彩 强调标记 选取一个文字区块 强调 强调符号 也可以用选择你所要的强调符号 对文件中重要的内容 可以做 做这个设定 来提醒读者的注意 字形窗格中文字的效果 各位看看这边 什么叫三除线 什么叫做双三除线 这个字是有阴影的 外框字 上标 下标 文字会自动变小 浮凸 雕刻 隐藏 这个就是小型 大写字 这个是全部都是大写 双 这是底线样式 双底线 这是底线 底线样式 波浪型 底线也有这种样式 选取你要强调的文字 按强调标记 强调标记的符号 有这样的 这两种样式 可以选择 接下来我们看 进阶标签 各位在字形的标签旁边 点进阶标签 字元间距 缩放比例 百分之百 间距 标准 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还包括些什么 字元间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选取文字 呈反白 在字元间距 窗格中 选取缩放的比例 还可以调整 字元间距的距离 比如你可以选标准 加宽 或者紧缩 从文字的字面上的意思 同学应该就可以了解 接着在 点数设定 窗格中输入 一个数字 就可以完成 字元间距的调整 例如 字元间距 缩放比率 百分之百 字元间距 缩放比率 百分之一百五十 各位选取文字 去选到 我们的 这个比例 各位看看 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第二个 位置 选取文字 变成反白 在位置窗格中 可以选取标准 标准就是 维持在水平线上 你也可以将文字 上移 将文字 下移 接着在 位置 点数的窗格中 输入一个数字 就可以完成 文字的调整 比如 各位 选一个字 要上移 五点 文字 设定位置 下移 五点 看看 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在 什么时候会用到 文字 上移 下移 也是在 做 强调 比如说 这个 你要 告诉 消费者 你的产品 有打折 打多少折 把那个文字 跳出来 让消费者 特别注意到 你要告诉他的讯息 在 接下来我们看 文字效果 的按钮 在 字型的窗格下面 文字效果 好 文字填满 第一个 文字填满 渐层的填满 各位看到 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 文字的外框 旁边 这是 同学可以去 根据 这些所提供的 这些选项 做出一些效果 这是范例 外框的样式 外框的样式 先在左边 选到外框样式 然后在右边 外框样式的 选项里面 去找到你所 需要用的 适合用的样式 阴影 也是一样 在左边 先去选到阴影 然后 预设 这边有好多 让你去选择 比如我这边选了 右方位移 阴影 反射 各位看 我们选了反射的效果之后 好像感觉这些字 是放在一个镜子上面 有一个反射的效果 完全反射 各位看到这个效果 是大小 大小85% 完全反射 八点 偏离 光晕 和柔边 也是 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左边 有个光晕 和柔边的选项 右边 选到 蓝色 随便 你看哪个适用 这是我们做出来 光晕和柔边 选择蓝色 强调色 一 八点 光晕 这是各位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立体格式 立体格式 左边 各位看到 我们这个立体格式 浮凸 深度色彩 灰色 轮廓线 色彩 红色 所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以上 我们对 整个字型群组 的每一项功能 为同学 大概做了这样的介绍 我想同学在练习的时候 要把握一个原则 先去选择 你要去做设定的一段文字 把它选取 原来我们不是 是在荧幕上输入了任意输入一些文字吗 你就选一段文字 然后依照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各项功能 尝试的去做 先熟悉每一样功能 是在哪一个项目群组里头 先找到标签 找到像我们今天介绍是自行群组 去熟悉它的位置 我想各位只要依照这样的药领去练习 你第一个单元 自行就能够设定的很好 这是我们第一讲 跟同学所介绍的内容 谢谢各位同学 感谢观看